百货的经营权恐怕再度生变 经济部昨天宣布撤销太平洋流通的增资登记 也就是说远东集团持有泰流的股权变成零 而因为泰流就是SOGO的控股公司 经济部的这个动作等于让远东集团入主SOGO的争议 又回到了原点 不过远东今天登报反击 强调他们陆续增资49亿完全合法 而这一场SOGO经营权大战 已经让不少投资人信心动摇 远百今天的股价跌停 至于有可能会重返SOGO的原始股东 也就是太平洋建设 股价则是一度跳空涨停 台股一开盘 远东百货股价应声下挫打到跌停板 经济部商业司认定远东集团 对太平洋流通公司的增资案不成立 影响有够大 由于泰流是太平洋重光百货SOGO的控股公司 这一来等于远东对太流的持股是零 直接冲击到SOGO的经营权 远东幕府经济部大动作在各报刊登声明 强调增资49亿元是合法事实 远东不应丧失对太流和SOGO百货的股东权利 将会提出夙愿 目前SOGO有60%股权在太流公司董事长李恒龙手里 这一部分SOGO的原始股东太平洋建设强调 当初是将股票信托给李恒龙 股权还是张家所有 你相信吗 连弄一块钱都没拿出来 这个有证据吗 当时有证据 所以这个发言 他把证据都调出来 看了再会判决 已经88岁高龄的张明强创立SOGO百货 8年前远东徐旭东一举夺下SOGO 他还一度生泪俱下 如今有机会重返SOGO 老先生高兴藏不住 也连带表现在泰社的股价上一度涨停 目前泰社打算在股权争议官司判决前 向法院申请临时管理人来保管这60%的股票 不过泰流董事长李恒龙却推翻SOGO重回张家的可能性 泰社跟张家不可能再回来泰流 也不可能拿回泰白的金融权 他拿了一个6万块钱的输送费 要是邀请一个200亿的公司 他还在华院讲说 他们从来没有提出一毛钱过 远东集团如果不服经济部的撤销登记 可以在一个月内提出夙愿 SOGO经营权之争 徐旭东 李恒龙和张家 三方人马谁都不放手 但至少一个月内远东百货和SOGO百货 对顾客的所有权益都不会改变 Happy Go 集点卡